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啊 就是全中国唯一能挖出翡翠的地方 地处腾冲 我和东哥 我俩今天干了一票大的 我们包下了后面的六亩地 加上人工和场地 大概一天的费用是五个W 我们今天就要去搏一下 能不能挖出翡翠 你胆子也太大了 要是没一天五个W 要是没有的话 我怎么回去跟老婆交赛 不怕不怕 人生就是一场博弈 我们先去看看有没有料子 胆子太大了 其实啊 这里呢并不是翡翠的原产地 但是为什么会有翡翠呢 清末年间啊 这个位置是一个翡翠集市 因为战乱 雕刻师呢 这些料子他带不走 所以呢他就地掩埋了 后期啊 近些年房屋拆迁 让这些料子重见天日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 都是一些老料子 当年的老帕杆 所以说料子比较老 品质比较高 我们去看一看 师傅有没有挖得到 怎么样了师傅 挖到没有 有没有挖得到啊 还没有啊 还没有啊 这怎么办啊 别着急 肯定是有的 我们去那边看看 有没有挖得到 挖到通知我们一下啊 上哪个 上哪个 真的 找到了 哇 来我们洗一下 看一下 这里有水 这来之不易啊 这么大一块 这个来之不易啊 这一块 不是啊 千年等一会儿啊 终于挖出来了 终于挖出来了 哇 这一块还不错啊 这个位置的话 有点像选 选拉丝的那种 像千层笔 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肉还是比较细的啊 这个东西是可以做敲色的 它里边呢 它有色 但是没那么明显 一丝一丝的 还有这个白棉 它这种拉丝料 现在我们市面上 是很少能看到这种材料了 料子是吧 非常具有特色的 如果像这种料子 发挥好 是非常好看的 做一个翘色键 OK 我心捞在肚子里面呢 这不错 收获还是 终于有了 收获挺大 东哥怎么自己挖上了 怎么自己挖上了 这个挖得太慢了 我心着急啊 我看你能不能挖得到吧 那咖喱呀 哎呀 你还要拿下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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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搞点厨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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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太阳快下山了 还不挖两块 还不多挖两块五个岛就没了 就说你挖的这一块好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位置它有一个小敲口 看到没有 估计在那个时候 它敲下来没有颜色就丢掉了 像这种料子这种皮壳 你看到没有 很老的这个皮壳水泥皮的 这里呢它是有一点底色的 带着一点底色 哇这个还有雪花棉 这个还有雪花棉 这个料子回去给它剥开 我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好东西 这一块应该还不错的 看下这个好不好 这一块 哎这个没了 看这个很大的 你看看 这个 我靠 这一块是好东西啊 我靠 干大了 东哥 回本了 回本了回本了 哇靠 这个料子细啊 这是老水石了 这种红皮的老水石 现在市面上肯定是找不到了 这只有清代末期 那个时候才会有的 这种老料子现在去哪里找 怎么样 看一下啊 从这个光光线上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个拉丝 这个拉丝啊 就是典型的老料特征 因为现在的工艺 切不出来这样了 因为一刀切了 那个时候取手镯啊 不是下片 是直接这样套的 所以说这种手镯啊 都留在上面 它是先套 套手镯心 然后再取边 在这种切边 才能把手镯取出来 它上面这种工艺啊 是非常老旧的工艺了 不过这个料子不错啊 它这个料子比较老 边缘处还有黄斐 很漂亮的一块 这个也不错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这块 这个位置 它下面这个位置啊 它有一个红根 这个总是相当老 这两块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也大收获 9个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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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水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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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拿到这里这里有水 哇这个料子好 你看看你那块 我去 OKOK 来看一下 这一块太猛了 这个中水 我去这个黄味太厚了 看到没有 看这个切个面 一丝一丝的 断寒 这个就是以前啊 它没切下来 它经过高温啊 像这种料子嘛 它就是经过高温烧 烧完之后呢 它用那个水机一敲 就炸开了 这种料子 那个时候拆 拆料都是这样来拆的 因为没有现代的那种工艺嘛 这个也很好啊 这个 这个也很好 这个也不错啊 这应该是个老耙杆 这个黄是这样浸下来的 这个颜色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要往回赶了 打到我回府 发财了发财了 哎呀太激动了 怎么样 今天回去跟媳妇有个交代了 有交代了吧 有了 开始我还担心呢 明天 明天来不来了 明天来 明天来 OK 你不来我一个人来 不能自己吃毒食啊 明天咱们再包一场 看看效果怎么样 必须包 再包一场 哎呀这点料子呢 终于是洗好了 终于是把它的这个洗干净了 明天辛苦了 不辛苦 今天要不是跟着你 没有这么大的收入啊 哪有哪有 一起发财 明天算好了 嗯 OK 给大家看一看 真正清代的老翡翠 是长什么样子的 来 看看这一块啊 这一块的话 应该是一块 打马坎的 从这个位置 可以可以看得到 它上面这些 原来的那种工具痕啊 非常清晰 这种料子一看就老 现在看起来 其貌不扬啊 因为时间的原因呢 它埋在土里边 可能有一些氧化 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如果把它切下来的话 可能里边会有惊喜 特别像这种料子 这个红根 还有这一块 我特别喜欢的啊 这个是你挖出来的 这个是我挖出来的 这个你是工程了 可能不是很清楚啊 但是这个料子啊 里边绝对有雪花棉 这一块 那你挖出来的这一块呢 一会咱们就把这个切了 切这个 把这个皮剥了 这个重器是一块水石啊 应该是以前的一块水石 它是这种红级的 看到没有 颜色比较深的 但是呢 可以看到裂比较多 像这样的料子啊 比较适合做一个摆件 做一个翘色 是吧 做个翘色的摆件 还是非常漂亮的 就像我们设计的这种 啊 红皮巧雕的这种观工啊 就比较适合 利用这种材料来做 来看一下这一块 这一块也是老料了 刚才我就是说的这一个 原来在那个土里 刚挖出来的时候啊 它这个位置还是挺漂亮 但是洗干净之后啊 可以看到 有一点粗 这个黄匪的这个位置啊 晶体颗粒有一些粗 这个料子还是挺粗的 所以里面还有点色 有点淡春 这个位置有点颜色 主要是它这个 你看 这个皮壳下面这个雾层啊 这个黄雾啊 种非常老 已经化冰了 像这种老 这种料子 我们市面上 确实是比较 难找得到 很难遇得到了 就是料子种比较老 整体来说收获不小 今天虽然是辛苦 辛苦是辛苦 但是收获 能不能大转 就看这一块 对 怎么样 把这个剥了 好 走 走 我突然有了一个好想法 像这个雾啊 它是非常细腻的 非常漂亮的 如果说全部把它切掉呢 确实有点可惜了 那具体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下期给大家分享 找到了 他们下期有点 怎么能吃 到 虽然是 身材 太别善 显 咱们开始 感谢观看